第290集 观音禅院 2023年7月25日 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流世界 上一集说到老僧要放火烧死唐僧 吞下袈裟 这一集我们看看这句话 正是这个计策弄的 高寿老僧该尽命 观音禅院化为尘 此时我们要明白 老僧代表什么 他代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 汉奸卖国贼集团 而观音禅院呢 这时候代表走卖国路线的中国 或者单纯的说是卖国路线也准确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邓小平疯狂宣传 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 文化大革命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他以为呢 这样就能一直欺骗中国人民 结果没想到呢 邓小平最终啊弄巧成拙 就是因为他如此玩命的反对文化大革命 最终人民反倒看明白了 原来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 就是针对邓小平这样的汉奸卖国贼来的 于是人民就找到了思想的武器 最终时间来到了二十大 二十大之后 到了现在 大家还看不明白吗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所有汉奸卖国贼 不论他们之前是什么职务 地位有多高 又有 又有多少人啊 在吹捧他们 可是到了今天 他们的身份只有一个 就是犯罪分子 就是汉奸卖国贼 他们是人民的罪人 历史的罪人 是民族的叛徒 他们一个个都是诸九族的大罪 这就是老僧命该尽 禅院化为臣 此时你看啊 这个禅院呢 有七八十个房头 这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就是毛主席去世之后 七八十年代 大小二百余人 这说的是什么呢 这就是当时的中央委员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二百零一人 是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二年 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二百一十人 是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七年 看到吗 这就是那两百余和尚 他们一起搬柴 将禅堂前前后后 四面八方 围个水泄不通 他们围起来的是毛泽东思想 和毛主席与人民的接触 被他们斩断了 人民不知道 毛主席被软禁了 人民也不知道 是周恩来等人 从一九七三年之后 一直在伪造毛主席的指示 僧人们要放火 烧死唐僧 这时候 孙悟空发现了敌人的阴谋轨迹 他就变成了一个蜜蜂 此时的孙悟空 是代表习主席 我再重复一下啊 大家必须要有神仙的时间观念 这里神仙提炼的是事件的本质 先后时间顺序 对于神仙来说 没有意义 此时是说 习主席面对这种情况 他怎么解决的 蜜蜂啊 就是采来百花 酿成蜜 在前面的视频呢 我已经讲过蜜蜂的含义了 这里不再啰嗦了 此时我们注意看这八个字啊 顺手牵羊 将计就计 这个就是宋空定下的计策 这个计策的本质 是顺势而为 顺着敌人的方向来 但是最终 却能战胜敌人 这就叫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这就是最高级的战略 是神仙手段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主动制造 反者倒之动那一点 当敌人的力量 极其庞大的时候 硬碰硬是不明智的 那样子也无法取胜 相反的 顺着敌人的前进方向 借助敌人的力量 最终消灭敌人 这才是最高明的战略 这就是提前落子 主动布局 最终让敌人 自己走上了死亡的道路 这时候啊 大家要回忆一下 唐太宗和魏征下旗 那个情节 那个情节 说的就是 习主席在很早就开始布局了 大家懂了吧 此时啊 孙悟空跳到南天门 南天门就是中国的事情 他要寻找广慕天王 广慕天王啊 代表了掌握全部的消息和情报 这就是说 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 都瞒不过孙悟空 孙悟空和广慕天王 借这个屁火罩 广慕天王就很奇怪啊 你看他问道 坏人放火 你应该用水去灭呀 怎么你用到这个屁火罩呢 这句话的含义是极为深刻的 你现在先看看 孙悟空怎么回答的 孙悟空说 如果我用火 用水去救火 那个火就烧不起来 你注意后面这句啊 他说 这道相应了他 就是说呀 如果我们用水去救火 那反倒让邓小平得逞了 在这里啊 我必须详细解释一下 这段话的深意了 邓小平放的火 你可以理解为 西方思想在中国的疯狂传播 和对毛泽东思想的封锁 以及他对中华文明的灭绝 此时 在邓小平的时代 思想界是全盘西化的 广木天王认为 我们应该呀 就在这个时候 和邓小平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个邓小平放火呀 我们就用水 用水去浇灭邓小平的火 而这个就是凡人的思想 老百姓的对策 但是孙悟空否定了 广木天王的计策 孙悟空代表习主席 他是神仙 他在天人高度 想法和老百姓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说呀 如果我们用水救火 那么这个火没有烧起来 但是这里有个隐含的结果 就是水和火 都没有取得最终胜利 你换到邓小平时代 你就完全明白了 在改革开放巅峰期 如果你说 邓小平是卖国贼 改革开放 就是对外输送利益 就是卖国 这就是水灭火 可是那个时候 有多少人会相信你呢 即便到了现在 又有几个人 能深刻认识到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就是赤裸裸的卖国呢 也没有几个吧 因此 如果在邓小平 胡锦涛 最得势的时候 你宣传他们卖国 最终结果 卖国路线呢 可能略微得到遏制 却不能根本断绝 同时 你要和敌人斗争 你就要展现自己的力量 那么在这个时候 时机还没有到 自己的力量还薄弱 就很容易 就被敌人给消灭了 所以啊 这就是不能用水去灭火 如果你这么做 敌人反倒很高兴 因为你的力量全暴露了 就很容易被他们针对了 大家明白了吧 因此呢 这个时候 我们反倒不能用水去灭火 而是让他们的火烧起来 这就是说 让邓小平的理论 和他的卖国行为 疯狂传播 让他烧 烧到最后 邓小平就烧死了自己 烧死了卖国路线 因为人民呀 都被烧觉醒了 大家懂了吧 这就是将计就计 顺势而为 这是真正的神仙手段 其实换一句 老百姓比较好理解的话 这就是 贼不打三年自招 一个小偷 你抓住了他 他不承认犯罪 然后你放了他 过一段时间 他看到没事了 于是他就把自己啊 他犯的罪行 他自己就全招供了 这就好像邓小平得意的说啊 我们早就能抓死人帮了 但是我们那时候 怕毛主席 所以没有抓 就是这一句话 暴露了他们早就架空 软禁了毛主席 这就是孙悟空用屁火罩的原因 是习主席在神仙高度 制造了反者道之洞那一点 最终到了二十大 所有敌人都土崩瓦解 这就是老僧死尽 观音禅院被烧毁了 邪恶的迈国路线被彻底终止 而所有汉奸迈国贼 正在不断被抓起来 下面这一段呢 就非常重要了啊 这一段描写了习主席 是怎么对付 邓小平为代表的 所有汉奸迈国贼 以及这个改革开放 这个迈国路线的 此时你看啊 孙悟空在禅堂的房脊上 这个位置你注意啊 这可以说是 整个观音禅院的最高点 这是说习主席的高度 在天上俯瞰人间 然后屁火罩罩住了 唐僧白马行李这三样 唐僧就是人民 白马是东方路线 行李是皇帝阵 是最高权力 这三样都被习主席保护了起来 这个大家不好理解 尤其是皇帝阵 习主席怎么保护呢 以前不是胡锦涛时代吗 那个时候皇帝不就是胡锦涛吗 他拿着皇帝阵啊 这个地方啊 大家必须要有神仙的时间观念 神仙不是和凡人一样 今天是今天 明天是明天 而是啊 古往今来都在眼前这一刻 此时保护皇帝阵的意思 我要大家想一个新闻 就是疫情期间 一直有一个要引入洋人的政策 天天刷屏 这个引入洋人 我前面说了啊 不是引入小黑人这样的打手 而是引入啊 比如比尔盖茨这样的白皮精英 我直接也以神仙的时间观念来举例 这就是说 假设比尔盖茨有了中国国籍 然后过了三五年 他来到了政治局 五六年后 他成为了中国的国家主席了 大家明白了吧 这个引入洋人 这个引入洋人就是汉奸卖国贼制定的邪恶计划之一 他们要让洋人最终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层 那么中国以前不是满清吗 那是呃 女人做皇帝 以后呢 那就是白皮做皇帝 就这意思 所以呢 拦住这个政策 不让这个政策通过 就是保护了皇帝阵 所以这个政策最终不是没有通过吗 反正现在还没有这个洋人精英进来当政治局呢 对吧 这就是保护了行李 现在大家听懂了吧 此时是习主席保护了人民 还有路线和最高权力 不被外国人拿走 然后孙悟空又跑到了金池长老的房子上 如意保护袈裟 袈裟这时候代表璀璨的中华文明 而邓小平胡锦涛 他们就是满清二世 他们在暗中疯狂的销毁中华文明 所以啊 是习主席在保护中华文明 不被汉奸卖国贼彻底毁去 习主席是在所有方面 保护民族的血脉 从人口到文明到权力到路线 方方面面 习主席一直在暗中守护着神州大地 这个地方啊 神仙作者通过这短短两句话 高度概括了 习主席几十年来 为中华民族做出的伟大贡献 这是对习主席的赞美 神仙不会埋没任何一个民族英雄 何况习主席为国家民族 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 我们看啊 当习主席准备好了这些 那些和尚就开始放火了 此时习主席在逊地 就是东南方向 你可以精准定位到福建 此时就是习主席在福建的时候 他就开始做这一切 然后大火就熊熊燃烧起来 这就是改革开放啊 就是疯狂卖国啊 我前面说了啊 习主席是将计就计 那么怎么叫将计就计呢 你看这一段最后一句话 你看看和尚们在干嘛 他们搬箱抬笼 抢桌端锅 满院里叫苦连天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分赃 邓小平集团的本质 就是一伙强盗 他们抢劫了国家财富 但是啊 他们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集团 内部山头林立 这就好像水铺梁山一样 108条所谓的好坏 但是他们本质是土匪 他们在对付外人的时候 勉强可以说是一伙人 可是当分赃的时候 他们内部矛盾就会大爆发 自己人打自己人 恨不得脑腔子都打出来 大家明白了吧 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啊 一个是内部分赃 一个是对外输送 而内部分赃呢 必然会有利益之争 齐主席就看着这帮人在内斗 这就是搬箱抬龙 抢桌端锅 满院里叫苦连天 箱子笼子代表了财富 那么桌子和锅呢 就代表了地位 桌子就是官位啊 你能不能坐上这张桌子 代表你的位置够不够高 而锅就是直接就代表了国家了 就这帮汉奸呀 都在抢夺 所以呢 满院里叫苦连天 这句话也有深刻含义 一个是说 中国人民被压榨到了极限 所以叫苦连天 同时呢 人民也就开始觉醒了 认识到邓小平的汉奸真面目 而另一个是呢 反贼内部也杀的是 叫苦连天呢 矛盾迅速激化 这就好像梁山内乱了 这就为朝廷清剿土匪 制造了有力条件 两者凑到一起 这就是到了反者道之洞 那一点 最终 习主席才在二十大 取得了伟大的全面的胜利 这就叫将计就计 大家明白了吧 这也就是 邓小平一把火 不但烧死了自己 他也烧死了卖国路线 或者我用更准确的一句话 来概括邓小平 这就叫多行不义 必自闭 虽然他现在还没有死啊 还以他孙子的身体 活到人间啊 但是他已经离死不远了 上天的惩罚 很快就会到来 我们接下来看啊 这个时候 观音禅院的火 惊动了正南二十里的 一个妖精 正南二十里是什么意思呢 南方就代表了 纯正的汉奸 二十里是二十年的意思 我先说一下啊 这个妖精是什么妖精 他是熊皮精 这个字念皮 所以这个妖精的本质 是披着熊皮 而他本身不是熊 大家明白了吗 那么当我们知道了这点啊 我现在再告诉大家 这个妖精是谁 他就是刘少奇 以及刘少奇那个山头的人 你先看这里啊 这个妖怪来到观音禅院 他不救火 他看到台岸上有个青瞻包袱 青色就是满青 台岸呢 就是当权派 这就是说邓小平当权 而邓小平是满青 那么大家想一下 当年啊 你在人间范围看 是刘少奇大战邓小平 这就是之前视频里面讲的 道上飞大战刘修仰 刘少奇后来死了 可是他不是一个人啊 他是一个巨大的山头 这个山头代表了苏联的利益 苏联就是熊 所以刘少奇叫做熊山军 那么你看看现在时间 是20年之后 这时候苏联已经解体了 所以这个熊没有了 可是熊没有了 刘少奇那个山头的人还在 他们和满青这边不是一派 所以啊 他们叫做披着熊皮的妖精 而且他们也没有资格住在观音禅院 因为他们这一派 随着刘少奇的倒台 他们就失势了 可是他们还存在 而且苏联分裂之后 不是还有俄罗斯吗 俄罗斯啊 他也算是啊 前苏联的遗物 而且他有很强的国际地位 他也需要在中国啊 有代理人 所以这帮人就是代表了 前苏联和现在俄罗斯 那么一帮就算他们的代理人吧 但是他们这帮人呢 并不觉得俄罗斯有多厉害 所以呢 他们只是披着熊皮 这是政治派别 但是他们却不是熊 你看刘少奇是熊山军 而这帮人却不是 他们只是披着熊皮的熊皮精 大家明白了吧 同时你换一个角度思考啊 邓小平其实一直代表满青 那么马列呢 就是这个熊皮精了 熊皮精此时不得适 但是他们也有势力存在 因此看到有机可乘 他们就把这个袈裟给偷走了 他还住在东山 东山啊 代表了所谓的更革命 此时你再换个角度 就更好理解了 我前面不是说了吗 乌有之乡这帮人呢 他们表现的比谁都革命 全中国就他们最革命了 但是他们其实都是假革命 他们不过就是西方邪神的 马列左手换了个模样 出现在民间而已 你看啊 这个时候 袈裟也可以代表思想 这就是说 乌有之乡这帮人 他们试图抢夺民间的话语权 他们是代表 马列左手来抢夺话语权 同理呢 这时候你要联系我前面说的 什么白云呢 相帝之仙呢 玄威子啊 代代啊 小帅啊 起雀 这帮民间六贼 他们就是代表满清 这个 嗯 西方邪神的右手 来抢夺民间思想的话语权 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啊 西方邪神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 而且是全方面的 不留死角的 各个层次都有他们的人 如果你信了乌有之将 你觉得你是马列了 你是左派了 哎 你还是上了西方邪神的当 因为他们要引入小黑人 如果你信了啊 白云这帮人是满清 他们是以宗教从内部分裂中国 你信了他们 他们一个个的就割立好的小汤头 最终把中国从内部给分裂了 所以啊 如果你不能以西游记记录的世界真相 作为你看世界的基准 那么你不是被满清欺骗 就是被马列欺骗 最终呢 反正你是一路是被骗啊 这一场火呢 烧到了五经天明 这个时间就是十八大 大家都知道啊 我就不解释了 此时你看啊 寺庙里面的僧人都 赤赤金金 提提哭哭 这什么意思呢 赤赤金金呢 就是赤裸裸的意思 这就是说 到了十八大 敌人呢 该暴露的都暴露了出来 他们提提哭哭呢 是说那些失败者 他们被别的汉奸卖国贼给打败了 然后他们会一边继续寻找金银财宝 就是楼钱啊 一边就叫冤叫狙 这个啊 就是告状的意思啊 那你想一下 十八大时候 他们要告状 他们跟谁告状啊 只能是跟习主席告状啊 看到了吗 此时你再回忆大闹天空的情节 孙悟空不是变成二郎神 去了二郎神的老窝儿吗 而二郎神的手下都没有分辨出来 这里的意思是类似的 这就是说 十八大时候的汉奸卖国贼 以为习主席和他们是一伙的 那么之前是胡锦涛 现在是习主席 他们觉得一朝天子 一朝臣 现在正好换了领导人 那就赶紧和新的领导人告状啊 于是啊 等于整个汉奸集团的各种犯罪证据 很大一部分 是敌人自己主动交代出来的 大家明白了吧 这就是习主席的将计就计 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此时你想一下啊 如果一开始 习主席就和敌人硬干 那么敌人反倒会死死抱在一起 他们一起对抗习主席 结果呢就远不如现在这个胜利来的辉煌 这就叫啊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如果你看啊 好像啊 习主席什么也没做 敌人都自己交代了罪行 但是这一切 就是习主席和魏征下那一盘大棋的时候 就都定下来了 这就是神仙高度 是神仙手段 大家现在就明白了吧 其实我说这些啊 对老百姓来说基本没有什么用 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接触到这个层次 但是这里既然写了 那我就得把这个意思讲明白 这是神仙要我告诉大家的 那么这个应该是啊 提高大家的水平吧 反正我也不知道了啊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一段呢也很有趣 你看啊 孙悟空来到了南天门 他还了屁火照 他还给了 还给了广木天王 此时我就要再说一下广木天王的含义了 大家要牢记一首诗啊 人心生一念 天地尽皆知 那么天地怎么知道的呢 也就是神仙怎么知道人间的念头呢 你看这不就是有一个广木天王吗 广木天王代表了神仙对人间无所不知 此时广木天王邀请啊 孙悟空坐下来歇会儿 孙悟空说了一段非常有趣的话 他说呀 老孙比在前不同 烂板凳高谈阔论了 烂板凳看到了吗 这就是神仙直接给邓小平起的外号 之前在网络上 因为要避讳邓小平的名字 所以我提到邓小平是用爱滋两个字来代替 爱滋是矮字的谐音 邓小平个头矮啊 同时他引入黑人 引入爱滋病 所以用爱滋代表了邓小平 后来呢 在视频里面 我用道上飞来代替邓小平 因为邓小平吹嘘啊 他能母产十万斤 但是到了这一刻 神仙给邓小平了一个标准代号 烂板凳 板凳就是代表了邓小平的性 而且板凳他不是椅子呀 椅子高 板凳矮呀 这是说邓小平很矮 那么烂呢 这个就要和板凳结合起来 板凳怎么才能烂呢 肯定是被人做烂了 那怎么做呢 必然是用屁股做呀 所以这里啊 神仙直接就点出 邓小平是个卖屁股的兔子 而且他一辈子都卖屁股 卖的太多了 所以板凳才被做烂了 这就是烂板凳的含义 这个真的啊 比我给他起的外号 可是全面深刻多了 你看后面啊 烂板凳高谈阔论 这就是邓小平天天追牛 现在不同了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邓小平死了 而时间来到了十八大 如今保唐僧就是保护中国 保护中国人民 保护东方路线 所以习主席很忙 就不和广睦天王坐下聊天了 然后你看此时啊 太阳星上 这就是东方出现了光明 这就是十八大 孙悟空献出本相 这就是点出习主席的身份 而师父还在沉睡 师父是唐僧 唐僧代表人民 十八大时候的人民 依然什么都不清楚 还对改革开放 对汉奸卖国贼 歌功颂德呢 他们不知道 一个巨大的死亡陷阱 已经为全体中国人民准备好了 这就是三年疫情 大家懂了吧 接下来 孙悟空叫醒了唐僧 此时你看 唐僧眼里看到的就是 倒闭红墙 不见楼台庙宇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也很深刻 楼台庙宇啊 其实对应了上层建筑 这就是说 在人民看来啊 就是一路抓贪官 一个又一个的抓 抓的多了 他们还以为上层建筑倒塌了 他们不知道 这其实是 对旧的卖国集团的 彻底摧毁 而接下来 唐僧还埋怨孙悟空 没有保住这个 郭英禅院 但是郭英禅院 是代表了上层建筑 毕竟和老百姓距离远 老百姓关心的是 自己的饭碗 这地方表现的 就是唐僧说 孙悟空啊 你可千万别弄坏了袈裟 否则我就念 紧箍咒了啊 这个对应了什么呢 这就对应了啊 习主席提出内循环 彻底斩断了汉奸的卖国路径 那么这个时候 之前依靠对外贸易生活的那些人 他们就觉得自己生活不行了 生意不好了 他们在埋怨 习主席的内循环 他们不在乎国家民族利益 被白白输送给外国 他们只在乎 自己的钱包 是不是钱少了 白弄了吧 所以此时的唐僧啊 他就代表了 在卖国路线中 得利的那个阶层 虽然他们不算汉奸卖国贼 但是他们根本不理解那些话 他们也不在乎国家民族 他们只看自己的个人利益 而网上的六贼 就是趁机煽动 他们这帮人的不满啊 制造民意 针对习主席 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六贼为什么必须铲除 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一切机会 破坏东方路线 孙悟空说 我会寻找到袈裟的 这就是说呀 习主席有全盘计划 人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但是啊 因为那些卖国而得利的阶层 如果他们不转型 他们不能转变为 对国人 对同胞服务 那么他们的利益肯定就没了 习主席的新时代 谁也不允许卖国 这个时候 和尚们看到孙悟空和唐僧出来 他们以为遇到鬼了 就都吓坏了 他们说 你们不是被烧死了吗 怎么没死啊 这就是说 邓小平等汉奸卖国贼认为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 毛泽东思想和革命者 应该都不存在了 哪成想啊 毛泽东思想和革命者 突然就出现在他们眼前 所以他们都吓坏了 吓坏之后 他们就说 你们是神人呀 这样都不死啊 那么袈裟就必须还给你们 这就是说 到了十八大 所有汉奸卖国贼 这是聪明点的啊 他们都知道 大势已去 就无力抵抗了 或者说二十大最准确了啊 十八大时候 他们还在抵抗呢 唐僧看到三五层 败必破墙 这就是说 毛主席三个五年计划 打下的基础 被邓小平全部破坏完了 而这个还不是说的物质层面 而是精神层面 思想领域 你想想 毛主席时代的中国人 是什么样的想法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人 是什么样的想法 你就完全明白了 邓小平几十年全盘细化 他让新一代的年轻人 思想中毒太深了 这个就是神仙 都不能全部的挽救 所以这一系列视频 才是针对下一代年轻人 而不是面对这一代人了 这一代人呢 被邓小平毒坏太深 大部分人挽救不了了 此时呢 那个金匙长老就一头撞死了 这就是自杀 这代表什么呢 这不是说邓小平自杀了 这是说 此时啊 有一些高级罕奸 迈过怎样 他们见到自己罪行暴露了 他们不自首 但是他们也逃不掉 所以他们就纷纷自杀了 因此你看最新的新闻 总有一些大人物 年龄很轻 就因病去世了 或者说各种犯网死掉吧 比如说又被什么 御家神给勒死的 列御家给自己练死了 你看看 这就是自杀 大家明白了吧 此时呢 孙悟空就把整个 观音禅院的和尚 都聚集在一起 开始搜查 你看这里啊 上下房 代表了满清民国 同时这个时候 你也可以理解为 邓小平 胡锦涛 两个汉奸核心 两大山头的人马 大家明白了吧 那么230名呢 你注意啊 我前面说了 当时这个和尚 代表了中央委员 但是中央委员 从来没有230名这么多 所以此时 这个230 又不是代表中央委员了 这代表2023年 也就是今年 从今年开始 其实准确的 说一个时间吧 就是7月1日 反间谍法生效 那一天开始 你看啊 这些和尚 就连衣服都要解开搜索 搜索什么呀 搜那个袈裟 那么这个地方 代表了对 汉精卖国贼的调查 同时呢 袈裟代表权力 他们没有袈裟 就是他们失去了权力 大家懂了吗 但是呢 孙悟空一直就 没找到袈裟 他就再次审问和尚 和尚说啊 正东南 有一座黑风山 那里面有个黑大王 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之前 你看熊皮经第一次提到的时候 没有写正东南 那个时候写的是正南 而这里是正东南 正南你可以理解为广东 深圳 那就是邓小平时代了 东南呢 就是上海 这两个地方都是敌人老货 但是邓小平的代表是深圳 而上海是朱镕基的代表 所以20年 这个时间你算一下 从1976年到1996年 对吧 那不就是朱镕基时代吗 因此这个时候 这里说的是 1996年那个时间 是朱镕基拿着架杀 这就是他事实掌握着权力 这个地方又涉及到 高层的人士情况了啊 我完全不懂 我就大概说一下 大家各自理解吧 此时呢 孙悟空让和尚 照顾唐僧和白马 和尚就是官员 唐僧就是人民 白马就是东方路线 和尚们就立刻答应了 这个时候 孙悟空说啊 你们不要嘴上说的好听 实际上却不做事 他说呀 看师傅的要和颜悦色 养白马的要水草均匀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习主席时代 对官员的要求 对人民要和颜悦色的 要认真的为老百姓服务 做实事 对于东方路线 一定要坚定的把握好 不要走歪了 这就是孙悟空对和尚的要求 然后呢 孙悟空一棍子打碎了墙壁 这个墙壁啊 有七八层 七八五十六 而五十六啊 就是一九五六年 也是代表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这个就是特指思想领域 因为孙悟空的金工棒 是改造思想的武器 所以这里的意思 就是要砸烂邓小平 几十年给人民灌输的西方思想 中国人民要从思想上开始 拨乱反正 大家明白了吧 同时呢 七八也代表了一九七八年 一九七八年是邓小平开始包产盗户 包产盗户的本质 就是给人民种下私心 打碎了七八层墙壁 就是去除人民心中的私心 大家懂了吧 当大家明白了这些呢 孙悟空就去找那个熊皮精 要加沙了 这就是下一集的故事 这一集就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